据央视4月13日报道 南海战略态势赶知计划 4月12日发布消息 据4月11日拍摄的卫星影像显示 美海军核动力航母罗斯福号 在黄岩岛西北方向活动 正在向巴士海峡方向高速移动 此外 目前在南海活动的 还有美海军马金岛号两极攻击舰编队 虽然马金岛号甲板上 没有安装弹射器和拦截锁 但该舰最多可以搭载20架F35B战斗机 战斗力与其他国家的中效型航母相当 因此被叫做准航母 罗斯福号于4月6日经马六甲海峡 进入南海后 与马来西亚空军进行联合演练 马金岛号编队4月8日 沿着同一条路线进入南海后 与新加坡空军的F15 F16战机共同训练 随后罗斯福号与马金岛号两支编队会合 在南海实施协同作战演练 美航母和两极攻击舰相遇是有意为之吗 央视特邀专家表示 美航母在中国周边是走一路演一路 4月9日央视发布评论称 南海不是美国维系霸权的竞技场 不应炮剑横行剑拔弩张 美国的搅局破坏不了地区国家 推进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努力 阻挡不了南海成为和平友谊合作之海 历史终将证明谁只是匆匆过客 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ذ如今散发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